他就問是否有事找 那就看看他怎樣哄我 現在來了 我說真的,他馬上發了一個LOCK IN CORD給我 先瘋了 還是他已經... 還是他已經...偷了人 為什麼會出LOCK IN CORD呢? 你媽媽好,我先進去避 multiple ficaX 了 噢,原來他是會生氣的 這個黑服 大家好,歡迎收看《以至大國際》 最有一樣事情在我IG朋友圈發生的 就是Telegram被偷了 剛剛今天的IG就有一個我不認識的人找我 她叫BoscoG 她就問他在這兒,有時候要找 我立刻上網看看他怎樣被Hack 近來Telegram曾有不同的網友分享 Hack口假裝是朋友才問他在這兒 對你都很吻合 然後他會想辦法騙你手機的號碼 或者叫你截圖給他 到底是不是BoscoG,還是他真的是我朋友呢? 剛好真的沒有親近的朋友叫Bosco 所以... 我會不會得罪Bosco的人 我又不相信,只要回他就馬上會被人偷帳 就看看他怎樣哄我 現在來了 Hello 一下子傳出去,很害怕 雙踢馬上網 來了,typing我都很快 他說你是不是用你另一個帳號給我發消息了? 突然之間又變回了書面語 因為再有事找,這個還可以是香港人發出的找 沒有啊,你是... 有禮貌的 沒有啊,請問你是... 啊,online,馬上有 Double tag 嘩 他發了一張圖給我 就是說有沒有錢,先借給我周轉一下 哦,首先他發了一張圖給我 然後我看到的是我自己的帳號 有沒有錢才借給我周轉一下 如果他那個黑客都很瘋 又或者他立刻卡了我的頭像 然後就改了一個名字叫EG MAYBE 我不知道 還是我已經被人Hack了IG了? 他令我很確認 不是,我沒有問人借錢 雖然很窮 我說真的啊,他立刻發了一個lock in code給我 說神經病 還是他已經... 還是他已經... 偷了人家 為什麼會出lock in code呢? 試一人像,沒有胸來摸 可能是 他會不會哄我有下一步動作呢? 到底他最後會哄我做什麼呢? 或者就EG進入了你的加密對話 EG進入了你的加密對話 我不敢按他的圖 我連按他的圖都不夠的 這次什麼情況 我吸你發訊息怎麼又跳出來了 兩個和你一模一樣的對話框 的對話框 的對話框 是不是你那裡中病毒了 我真的沒有朋友會和我全程用書面語溝通 雖然我這個人比較文質彬彬 但是... 不會有這樣的朋友 他應該是想水狗我 他另外的那些... channel我都不知道是什麼 超級健康群 我都不知道 我看他不想按錯錄音 又typing了 他就說奇怪 有什麼奇怪呢? 比你來找我 啊...來了 他就說你好像我一樣 send photo 給我看看 你那邊有多少個我 我確認一下 是不是你那邊出現了問題 還是我這邊出現了問題 我是會截圖的 但我會給你們看的 我就不會給他看的了 我現在挺容易走險啊 但我想問你是哪位bosco呢? 我老年都不會傳圖給他 因為我知道一傳圖我就G夠了 超奸詐超奸詐 因為他會把2個secret chat給你 然後若然你真的發了一張圖給他 那Telegram發給你的lock in code 你就會發給他看 然後他就會lock in你的Telegram 就是這麼簡單 oh cool 我問他是哪位bosco的時候 他竟然答我對 對還沒有嗎? 你是不是連廣東話都不懂啊? 他說你像我一樣的傳圖給我 看看 不是啊 我在問你是哪位bosco呢? 嘩 這個世界很容易出現 他說遲些他打給我 我這樣問的時候 他就說遲些打給我 然後又立刻叫我cap 啊 可以怎樣做呢? 好 但我想問怎麼cap 年紀大不是很懂得用新電話 看看他會不會教我 但到這裡大家應該知道他用什麼方法去cap掉TG 若然TG還沒被hack的朋友 那就記得不要cap掉給他 暫時來說 當然連認都最好不要認 如果那個人你本身不懂 但我這些我真的怕他有事找我 電源加上音量鍵一起按就可以cap掉 啊 立刻我都書面預算 但我按完之後 只有音量提升了一格 這是正常嗎? 我看你怎麼辦 真的好無聊 因為其實已經知道他怎樣cap我的帳戶 但就想到他一會兒看看他怎樣回答 是電源加上音量鍵減 音的那一個鍵一起按 他問我是Android還是蘋果 我就跟他說 試過了 音量又變回正常水平 我就回答他 好像是Samsung Note 2 我的孫子剛剛送給我的 鎖平鍵加上音量減 同時按再放開就可以接平了 好,那我現在就要先出一出app 他看到offline了 然後我就跟他說 這次直接鎖平了 他為了哄你 你都真的挺好心機的 其實他們真正正去做客服不好嗎? 這麼有心機,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他好像發現了 不要開玩笑了 我和你是一樣的手機 為什麼我可以你就不可以 我感覺到他真的開始生氣 他開始不用繁體字 他開始打簡體 我也是這樣想 對,為什麼不行 鎖平鍵和音量減 同時按然後快速再放開 對呀 可能我不夠快速 還在教我 同時按然後快速鬆手 不跟他玩 租了 太用力 音量鍵直接被按飛了出來 他生氣了 他屌你媽媽 傻瓜 我跟孫子拿手機去維修 然後再給你CAP 我本來還打 這樣打給他 原來他是會生氣的 這個客服 是會生氣的 哎呀 好可惜 你媽媽正在鼻狗屌了 哎呀哎呀 生氣了生氣了生氣了 他知道現在困難不了 他還會不會繼續走下去 哎呀 他block了我啊 他block了我啊 哇 沒得玩啊 好可惜啊 好了 那我都刪除他的對話框 好可惜 這樣就完了 好 今次手快快的 看到有客人又來找我 那我就立刻拍給大家看 大家記得 如果有人找你要CAPTO 又要CAPTO 千萬不要給他 真是 什麼騙人的方法都有 哎呀我本來還打算跟他說 我叫他千萬不要借錢給我 還打算好心勸一下他 怎知道他就派狗去幹我老木了 好啦 那玩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記得分享這條影片給TG更健在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凡是你一四出片 盡量 快要維持一四出片 給我多一點時間 記得按LIKE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記得按鈴鐺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